哈喽大家好我是羅文老師 今天呢又來到我們的羅文講歷史的時間 今天非常歡迎到我們的大家賓 張若彤老師 那我們今天呢要來聊的是什麼呢 有關於228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那我相信那個張若彤老師呢 他接下來要出了這一本書 非常非常那個經典的 林茂生之死與戰後台灣反日力量的覆滅 究竟228這樣子 那我今天想請問一下那個 張老師為什麼想要出這樣一本書 對 跟他前因後果是嗎 好謝謝羅文老師 就是為什麼要 因為228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事件 那當然我非常作為一個寫作的人 我很希望能有從一個簡單的案例 然後帶帶領大家就是去認識這個 切入點 因為我說實在的 因為國民黨執政時期 他所編的課本有他的一套說法 然後後來民進黨執政時期 又編了一套另外一個說法這樣子 那到底哪一方才是真相 這個我們很好奇 因為我常常就說了 歷史其實是非常政治性的 是是是是 真的你要知道真的真相 你可能要那個事件之後 可能過個一兩百年兩三百年之後 那到底這雙方說法有什麼差別 然後為什麼會讓你想要去做這樣子的研究 因為羅文老師剛剛講到一個很 我覺得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因為我的本科其實是法律 法律 當然文史則不分家 但是我在這個 我們念法律後 在這個訓練上面有一點不錯的點 各位想像如果你是一個法官 你坐在台上 台下的兩兆都在騙你 對 沒錯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跟我們現在談歷史 特別是像228事件這麼高度敏感的問題 就是特別就是這樣 因為兩邊的人都在騙你 對 兩邊的人都在說對他有 只說對他有利的那個部分 對然後對他不利的部分他就把它撇掉 甚至如果知道對方的證據不夠的話 我能圓就立刻就圓過去了這樣子 是 那 特別是大家如果想要去理解這樣的案子的話 對 那林茂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切入點 我想相信大家在2019的時候有看到一個 那個影片其實當然滿震撼的 那個是在台南 是唐德章 對 那個是有點像是被那個 軍警特務然後被壓走 然後大庭廣眾之下然後被槍槍槍這個事情 這樣子 那大家熟知的可能是比較像湯德章 可是其實還有一個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這個 那個主角叫林茂生 對 一個在南一個在北 是是是 那當然就是 剛剛您講到的湯德章 他其實是我 就是我第二本書的主角 第二本書要理解 對對對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個切入點 那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從林茂生去談 因為林茂生他的生 就是說 我們常常都講說 談到二二八 對 都會想到軍統特務 軍統特務 中華民國的保密局 對不對 可是其實大家其實只要深入一想 就可以立刻發現說難道那個時候 在台灣活動只有軍統嗎 只有軍統嗎 只有中華民國特務嗎 其實不是的 對 各個地方的地下工作者或是特務 他都在這裡活動 甚至還有美國的特務也在裡面 講到美國就是在 二二八 就是在林茂生這個案子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複雜痕跡 對 CIA也在操作 共黨 共諜也在操作 對對對 那像您剛剛講到 提到共產黨 那共產黨的部分就是 像花蓮有一位叫張七郎 那他的部分就跟 共產黨的事情就有關 不是說他是共產黨 而是說他的事情 跟共產黨就有一些關係 比較像共諜案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對岸也有來顛覆嘛 來策動 美國也策動 對對對 然後中華民國在中間 然後又要想辦法維護政權 這樣子 哇 真是有點像 他精彩的地方就在這裡 對對對 那我們就講到林茂生 因為林茂生他身上 他掛了三個罪名 三中罪 對 那這個罪名呢 我大概三個先講一下 第一個罪名是什麼 第一個罪名是 就是謀異台灣獨立 喔 台獨分子 而且這個是什麼 他是勾結美國 然後 希望用美國託館 對 國際託館 然後尋求台灣獨立 這是他第一個罪名 對 這個之前有一個叫台灣民政府 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是台灣 台灣是美國託館 對 所以說那時候有在發一些什麼 美國車牌 還有美國護照 對 最後被那個當成詐騙集團 整個操掉了 結果那個 創辦人的家裡好像被 起出好幾億的現金 對 那就是 就是因為林茂生案 他其實扯到了這件事情 對 所以給我可以想像就是說 欸 經典的228論述 好像不是這樣講的喔 對 因為經典228論述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台灣獨立在228事件之前 基本上是沒有的 對 我的印象也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 歡迎國軍進來嘛 是 對不對 然後就是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 可是到後來才因為一些 一些民怨 然後累積了一些民怨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爆發 爆發之後才有所謂的 台獨活動開始 對 這應該是這樣子的脈絡 對對對 他就是因為說 因為你做的不好 所以我才要 才要我們自己 台灣人自己當家嘛 對 所以才有後來的什麼台灣獨立啊 或者是台灣人尋求什麼 尋求中共的協助 對 就是他大規模的加入共產黨 他像李登輝那個時候 這是他們現在經典的主持這樣講 對 可是 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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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要看 聽到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 是 因為林茂森的案子就很明顯 就是說 有人在228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搞 對 而且是 跟 就是拉美國的基金還搞 對 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 他自己知道實力不夠 然後 美國那時候 對 蔣介石 恐怕也是博有為恥 對 那這個細節 我們就先不進去 我們先看他第二個 第二個 那第二個也是很精彩的一個罪名 為什麼 就是說他在這個事件裡面 他說 他暴力接收台灣大學 哦 對對 他接受 因為他 在當時他是什麼 他是台灣大學的校委員 校委 校委 對對對 那當然他要代理這個文學院院長 什麼的職務 對對對 那 在這裡面他就說了 就是說他 就是這個罪名 就是他掛在他身上的罪名 其中有一條 就是他暴力接管台灣大學 暴力接管台灣大學 對對對 理論上那個時候 應該是 國民政府派他去接收 台灣大學才對啊 你說對了 這個人就真的是專家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沒有給你權利 你哪有那個膽去接收 是 而且是強 應該是強力接收 因為他其實就是台灣大學 就是 我們所謂的接收委員 其中一個 他是校務委員 他當時也參加了 就是接收 接收 台灣大學 就是從地國大學 台北地大 對 然後中間還有一小段是台北大學 對對對 國立台北 後來才變成台灣大學 對對對 好 那第二 第三個罪名跟第二個也有關係 就是說他什麼 他鼓動學生出來暴動 鼓動學草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先針對 鼓動學生出來暴動這一件事出來講 來講 為什麼 因為從三個罪名來看 他好像有一點點 怎麼講 就是說第一個他暴力 對不對 第二個他鼓動學草 第三個 鼓動學草說的比較像共產黨會做的事情 對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他勾結美國 然後要弄台灣獨立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從很多 他兒子有談他的這些紀錄裡面 我們感覺到 他好像把中華民國當作一個什麼 當作一個殖民政權 對 的感覺 有這種人就是 中華民國對我們不好 如果真的是台獨分子的話 他心裡想一定是這樣子 對對對 好OK 那可是我接下來講這個東西就會 大家會有點傻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去看那個 台灣大學的校務會紀錄 有明文記載的這件事情 就在他遇害前的三四天 三四天 他其實是有參加台灣大學的校務會議 然後在上面 會議紀錄上面 他一開始就講了 他說這一次事件 有很多學生會 就是有參與嘛 對不對 但是他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很多的聲音 但是他希望 做為一個學生 做個知識分子 大家要冷靜 對不對 所以他有鼓動學潮嗎 他有鼓動學潮 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他講了一句話 這在那個校務會議上面 這紀錄 他第一點 第一點就寫什麼呢 他寫說 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 對 就是 如果他是一個台獨份子的話 他 絕不可能講出這樣的話 對 我認為他不可能 絕不可能講出這樣的話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如果他想要鼓動大家的情緒的話 他不會在這時候說這樣的話 對 所以他是想要是安撫的 他反而是扮演安撫學生那個角色 您說對 他是歌派 他是歌派 對 那這邊我也可以提醒就是說 往後大家如果對這個 案件有興趣的話 對 你可以去就是 你不要相信我 我跟你講的東西 你也都不要直接相信 你去看 是不是很多歌派的人都死掉 對 當時候 是 反而是歌派死掉 那為什麼反而歌派會死掉 為什麼 對 反而沒有出來參加包頭的人會死掉 對 對 這是問題啊 後來被清香 對 被拖出來那個 對 大家細節的話可以 翻到這裡面 賣個關子 這也是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的 對 那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理解林茂生這個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問題所在 爭議 對 那您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剛剛提供這個 跟我們現在理解的林茂生 好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對 那這是為什麼 這其實是因為我們現在理解的林茂生 主要是根據他的兒子來談他 他的兒子幫他塑造了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對 可是事實上可能並不然 完全不是這樣 完全不是這樣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他的兒子叫林宗毅 林宗毅 好 那這位林宗毅 他其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教授 台大的精神科的創始的 創始的 創始的 對對對 那當然我們這邊不是說他的醫術 或者說他的學術 但因為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崇高 我們純粹就史料跟歷史的那個真實來講的話 對 那但是他在談他的父親的時候 就真的是有一點點不太對勁 對 比如說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林宗毅 他是兒子嘛對不對 對 然後他談到他的父親被帶走的時候 是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被特務帶走 被民官的中山莊的人帶走 中山莊 對然後持槍的 當然持槍這個是沒有問題 持槍的中山莊 然後他是說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外省的 外省口音 對外省的 就很像嘛那就是軍統啊 因為你是穿中山莊嘛 所以大家就說 那帶走他的就是外省的 對 那可是我們在 你真的去找 其實我們的黨案管理局 都找得到 都有 就是說當年 林茂生的妻子 他其實是有寫陳情信給政府 對 目擊者 對因為林宗毅他是沒有看到的 他是轉述他的媽媽 對 所以他現在說二手 對對對 他轉述他媽媽的話說 這是什麼就是特務嘛 然後穿中山莊 對 外省槍 那可是他媽媽 在陳情信上面怎麼寫 是 是寫說 是 穿便服 穿便服 然後而且是什麼 超閩南語口音 講台語 講台語的 就是跟他 兒子講出來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而且媽媽是East 而且而且現在這個講 就是超閩南語口音的 這一個 這一個這件事情 關鍵劇 這個關鍵劇 沒有任何一個資料你看得到 對對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 他被刻意的隱瞞了 是 但是就是說像個228事件 沒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對 就是說 所以我們很難去用 比如說某個人的著作 如果你不回溯到最原始的資料的話 當時候的話 你看二手三手四手的 就很容易被誤導 對 那包括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說 呃 他不是有三條罪名嗎 對 那在我之前的先行研究 是 就是他們基本上都只有查到什麼 查到說 這三條罪狀 連貓神都沒有幹 對 其實都沒有 都是安上去的 對都安上去 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什麼 結論就是說 那就是栽贓嘛 你國民政策就栽贓給他嘛 那栽贓就是 那OK 那國民政策壞 結論就是這樣 可是我就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說 那當時 不是他幹的 那當時有人幹嗎 這件事情 應該有其他人做 其他人做 對我就去查 當時有沒有真的有人幹的這件事情 這三項罪名 對 同時符合的 他其實是分給兩個人 對 就是說 我就查到說 當時這三件事情 其實是有兩個人 真的就是 是在做的 對 那就是 我也不賣關子 這是我的書裡面的內容 書裡面的內容 稍微透露一下 對 讓大家去看一下細節 再看書這樣 對 其中裡面就是說 比如說 接受台灣大學 對 然後 強行接收台灣大學 然後鼓動學潮的是誰呢 這個人其實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 叫 杜聰明 是杜聰明 對 而且杜聰明他 我這邊再補充一個點 就是說 真的就是各位去看 在228事件裡面 我們講失蹤的 所以可能被特務殺掉 或怎麼樣 失蹤的 他是幾乎都是坐在家裡面 被帶走喔 對 如果真的是你在裡面搞事情的話 21次上來的人 你敢坐在家裡嗎 不敢吧 一定逃吧 應該先逃 第一時間應該先逃才對 所以這是有問題的 對 那些人真的被帶走的人 都是坐在家裡 被帶走 他覺得國民黨不會對他動手的 對 那杜聰明逃了沒有 逃了 逃了 對他逃了 而且他不但逃 而且官方的紀錄裡面 沒有去抓他的紀錄 沒有抓他 對 並沒有抓他 但是他逃了 他逃了 而且逃好幾個月 而且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還被免職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醫學院院長 醫學院院長 對他逃了之後被免職掉 但是沒有人去抓他 然後這一件事情 就是他接管台灣大選這件事情 的罪名卻安在了林茂生的身上 林茂生的身上 那至於中間怎麼樣 這書上 書上有寫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為什麼要把杜聰明的那個罪 安在那個林茂生的身上 對 可能要找一個大罪羔羊之類的 各種解釋 對對對 那當然我們就是符合去找說更多的資料 然後看能不能符合這些資料 我們來做一個推論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到那個 美國的 美國CIA特務 策動 台獨分子 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人 就是現在 大家應該可能聽過叫做 叫做 葛超智 葛超智 對 他在裡面搞這些事情 那細節我們當然不談 就是說我們就這樣說 真正做的其實是葛超智 而不是 真正做的是另外一個人 叫做 林忠賢 林忠賢 他是板橋林家的 欸 林家後人 對對對 林家後人 對嘛 因為我想說 美國要找應該要找一個當地 然後大咖一點的 對 然後當時 望族啊 其實最近 最近大家開始 因為國使館有出書嘛 然後出了什麼 出了陸窟事件的一些史料 欸這個我們下次也要來談一下 對對對 那我們不談陸窟事件 我們只談說一個點 就是說 我們在陸窟事件裡面 當然很多台史學者會罵嘛 對 說哎呀你怎麼國民黨 就是 去把這些 這些就是 全部殺光 你真正的共產黨 不去刷 不去殺 你先殺這個台積基 對 你都殺底下的人 然後真正的共產黨你不去抓 真正的共產黨你都讓他自信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用想講 對 因為你要破獲一個 組織犯罪 對 我們現在講說 比如說你就是 就是你要破獲一個黑社會 你要什麼 你要有吹哨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組織的權貌是怎麼樣 你要有憲人 你要有他內應的人來幫你 把他一舉破獲 對 所以當時 其實不要說當時 其實以現在來說 也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要破獲一個組織 都是這樣 一定要先安插自己的人先進去 然後收集完證據 然後再一舉收完 是 當時28事件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對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說 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的 如果你看經典的解讀的話 就不會是這樣子講 對 但是我告訴你就是說 當時的 處理 這種組織 這種 有組織的 然後這種 所謂的民變 團體的民變 他一定都是什麼 一定都是要把 這些人裡面 分成 溫和的 跟激進的 激進的 然後我把溫和的拉出來 我把可以談的拉出來 應該不說把溫和拉出來 是把可以談的拉出來 對 然後在集中力量消滅那些 然後可以談的都是誰 都是激進的 因為激進的他會有罪 有罪他就想要倒戈 我知道 因為這樣才可以活 溫和 溫和就怎麼樣 溫和就說我沒有怎樣啊 對不對 反而被殺掉 他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包括什麼 包括你去看唐德詹 對 你去看各種口述歷史 為什麼唐德詹被殺掉 你去看口述不對勁啊 這個人是出來保持中立 而且就是 溫和派的 對 你這個流氓去殺外省 打殺外省人 他也要扮流氓 然後 你這個外省人可能打回去 他也要 他也要阻止 他就是到處 就是去 中立派 然後不希望事情擴大的 對對對 那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一些 我們講說 事件裡面去 真正的共產黨 去打憲兵隊的拉 去打水上機場的拉 然後去衝這個監獄 把監獄犯人放出來的 這些人後來都怎麼樣 都自信了 反而放過他們 對對對為什麼 因為 變成是那些人 搶先跳出來 忍罪 然後再招其他人出來 對然後 這些人就口徑一致 就說是誰 指使的 就是他幹的 警察叔叔就是他幹的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所以是被冤枉的 康德章的事情 我敢說鐵板叮叮就是冤枉的 你看他身上掛了這麼多的罪名 對 都是被那些激進派給挖出來 沒有一條是他的 沒有一條是他的 可是當時候可能沒有調查完全 然後就依那個證詞 然後就辦他這樣 以湯德章 我這邊講一個東西 就比如說湯德章來講 是 各位可以去現在的那個台南市 對 他有一個以前的法院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博物館 對 他裡面就有展示那個 湯德章當時的判決書 是 所有的判決書 後面都有什麼 法官簽名蓋章 當然 當然 這份判決書沒有 法官簽不下去 對 簽不下去 因為上面掛了很多 基本上都不是他的罪名 到後來我有查出來說 這一件事情其實是誰做 那就是 各位有機會可以看我下一個 可是全部都關在一個人身上 可是當時我可能也沒差 其實台南只有 台南基本上只有湯德章 就是 就是 就是他被當作一個頭 然後被推出來 但是事實上 其實不是這樣子 不是他 反而是那些就是那個激進派 衝動派 然後那個 所以這地方我們就是希望說 就是 還原這個真相 對 是 還原真相 而且要 不要說教育大家 就是說 要提供大家一個思考 政治問題的一個 一個途徑 就是說 政治不像大家看的 表面上看起來那樣 非黑即白 對 如果是非黑即白的話 那一定是有人在騙你 對對對 各位就這個很重要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對 要不然怎麼可能 爭了這麼幾十幾十年 還在爭這個東西 是 對 比如說像 我也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各位去看 228的 各位 現在很多人 了解228應該都是查 違紀版科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歷史課本 對 大部分都歷史課本 好 那我們就 只講一點 就是說 228事件裡面 對於228事件的發生 它裡面有一個因素叫做什麼 叫做貪污腐化 對不對 官員貪污腐化 這個就是 因為國民政府來了 對 貪污腐化 好 我可以這麼跟各位講 就是你去看那個就是 官員貪污腐化裡面 它裡面舉出來的所有的例子 對 我每一件都去查 都去追了 對 基本上除了 長官公署 就是當時陳怡自己 把這個人揪出來 的這種狀況之外 的案例 全部都是捏造的 其他都是捏造的 捏造的 民間傳說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去真正做這件事情的人 其實都是台灣人 就是去A錢的這些人 就是官商勾結這些人 我並不是 當然我 大家都知道我可能 可能大家聽得出來 我講話 就我是外省背景 好 並不是因為我外省背景 所以我這樣講 而是真實的史料查出來 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有 當時有沒有外省人貪污 當然有 一定有 而且我們去查 現在都有 對 當然有貪污 但是 不會拿出來講 對 這很奇怪 就是反而是 我去查這些 欸這個案子其實到追到最後 他是一個台灣人 對 最後他是一個台灣人 結果為什麼你 偏偏要把這些東西 講成是長官公主做的 但是你真正是外省人講 你又不講 對 這就是問題 這就是有人 刻意要來誘導這件事情 是 最後其實都是一些 台籍的官員 收受的 而且 他們是不是官員 是官員 而且他們是什麼 他們其實是 當時從總督府時代 就在他 就在裡面當官 對 然後到了長官公主時代 他繼續當官 用以前留下來的這些慣例繼續做 我相信我剛剛講到這個 很多人會突然嚇一跳 欸 怎麼可能 欸 國民政府不是很 跟日本人打仗打那麼久 怎麼應該要是 這些人全部清出去啊 剛好沒有 剛好沒有 因為我說實在 一些文官一定要留用 要不然你根本就接不上去 對對對 最上面的換掉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在那個 講那個政治學的時候一定要用 是是是對 最上面那幾個是自己人 然後下面那些文官 幾乎都是留用 還是要留用 因為 沒有他們根本沒辦法運作 那我的書裡面其實有一大部分 就是在還原當時 的一個真相 對 當時的那個總督府裡面的人 他怎麼樣去繼續在長官公署時代 繼續留用 而且這些人其實都是 我們講說老鳥 老鳥 台籍的老鳥 對他其實有很多 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些 大家以為是陳醫政府幹出來的事 其實是這些人幹的 對 然後這些人怎麼樣 在繼續在放出風聲來說 是 裡面都很黑 對對對對 那其實 我說實在的 這蠻多令我那個亞裔的部分 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說實在的 歷史就是要從細緻的面向 那相信張老師也是為此 真的找了很多的史料 那所有東西呢 也會在這本書裡面 也會告訴大家 那當然 我們也會再請那個張老師來 來我們的節目 繼續談一些我們 所不知道的這些事情 謝謝 那 我說來今天有耳目一心的感覺 我今天有耳目一心的感覺 就是說 事實上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啊 就是啊 貪腐 然後民怨 然後就鎮壓 清香 然後從此之後就等等 其實不是這樣子 裡面很多 美國的勢力也在裡面 共產黨的勢力也在裡面 在裡面 在裡面運作 所以說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事情 好 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我們的張若彤老師 謝謝 那我們希望未來呢 如果大家很喜歡我們的這個張老師的話 我們繼續請他來上節目 那 也請大家可以來留言告訴我們 就是你想要問張老師什麼問題 因為 張老師說真的花了很多時間來做這個研究 而且將要出了 大概將要出幾本書 預計是三本 預計會有三本書 三部曲 請大家的那個進行期待 然後如果說呢 有那個上 就是那個書要那個上市的那個紀錄的話 我們會留在 留那個連結 讓大家可以去點一下 那怎麼樣去買到這樣子的一本書 從另類的角度 從真實的史實去發覺 228的一些真相 感謝張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大家 掰掰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好公民頻道 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了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加入會員功能 就可以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